谢天景一位来自上海的华裔音乐家 现定居温哥华 他在博客中写道 常年品诗 谱曲 弹钢琴 教音乐 觉得艺术美好 人生诗意 不过太短了 刚触摸到激流 一个甲子来了 后来呢就是去办乐队 有没有去把那个博士去记住 没有没有 后来就不太可能了 为什么呢 如果再回去 面对现实 那么另外呢 我本身有一个想法是什么呢 就是创作 演奏 教学 这些都是像流水一样的 互相通的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 你照样可以来提炼 所以后来在温哥华通过这个教学 同时又参与世界 参与世界包括那个时候的卷子的乐坛 他们因为这个美国的有一个教授呢 他研究了角色音乐发展的时候 有一段时间 就是在1990年之前这段 接近于9月的时候我就离开了 这个乐坛就停止了 但是他研究历史的时候要把这个时期 我们这个乐坛的时间写到他的音乐史研究里面 那么这样子呢 正好这个时候到后面几年的时候 一个是美国 一个是北京 他有一次过激性的会议 专门研究就是非洲跟亚洲的对话 那么这个里面呢就邀请了这个教授 而这个教授呢又要想办法要发现 就是那个时候呢 这个角色乐坛在美国所做的贡献 但是人已经找不到 人散掉了 但是后来找到了比奥克兰吉了 比奥克兰吉再找到我 最后呢就是再通过加拿大的文化部 就通知我 国家赞助我到北京参加这个学术活动 这是一次很重要的 第一次就世界性的在这个北京举行的这个活动 去参加以后呢 后来呢在研究这方面呢 我就接上这条线呢 其实我在温哥华并没有离开这个研究 所以研究的主要是一个是东方音乐 一个东方音乐跟西方音乐的关系 那么这些研究呢就写成论文以后呢 后来大概参加了四五次国际性的那个学术会研讨 然后呢他们又了解我的创作 所以最后次在最后一次是在那个CAMBRIDGE 就是在建桥这个活动的时候 我作为一个重要的代表去参与的 那么之前的时候呢 主要是在西班牙 还有几个不同的地方的大学举办的 所以这个研究这部分 创作这部分 其实呢我都没有停过 那么因为你刚才讲到我的梦呢 就是无非就是我希望写比较好一点的作品 我希望教一些非常优秀的一些学生 或者把我的音乐理念是教给温哥华的孩子们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希望我的这个 也是我的创作提升出我的理论 然后把这个研究也做出来 这样子三方面就是互相互动的做了这些事情 那听您刚才描述这么多啊 我觉得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在 像您所在国内的那个时候年代呢 中国还没有完全去开放嘛 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 就是说开放对很多 不管外面是好还是不好 大家可能就是只要出来 就认为就是好 先不管它判断落地之后怎么样 可是呢您讲到了到美国 我觉得在美国好像你对这个音乐的整个这个领域啊 中西方的这种交融啊 还是成就了自己的一些梦想 但是好像回到温哥华以后 来到加拿大以后 落地以后 就真的是回归现实了 眼睛一眨的因为时间很快 我一个那个时候还是壮志未愁 然后呢一幅那个还算是那个时候算年轻的 其实岁数也不小了 38岁到了美国 那么到了美国以后呢 但是这个是 你也知道我们出来的时候 跟现在出来不一样 我们那个时候是一个穷学生这样出来 那个美国提供我这些钱 已经是相当不容易了 不是那么容易的 那么你要面对这样一个 一个社会的挑战 生机的挑战 然后还有家庭的这个挑战 哦 所有的事情都压在头上 那么我想每个人大致都会经历 各种我们所谓的这个命运的挑战 但是我呢想就是在我的生命里面呢 我就是内心里面有一股劲儿 也许是我们的前辈留给我的 就是教育我的 就是使命 就是说你对音乐 你爱上它了 你不期不离 你要把这个音乐就当做你的宗教一样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学校我们的老师也提出 就是民国的时候 那个他们都是把这个音乐 或者把艺术都是当做宗教 因为那个时候中国因为真正讲宗教 有西方人认为我们还不是一个宗教国家 就是有佛教 有基督教 有天主教 也有回教 但不是整个民族好像都像 比如说美国幸福 进度教职比例很多 所以那是无神论嘛 后来共产党来完全是无神论 我也是经历过这个教育 所以我是一个无神论 但是到了美国 特别是到了加拿大以后呢 我也进入到教堂 我在教堂里面谈情谈了八年 所以这样子呢我就受过喜 也成为一个基督徒 教堂音乐很美啊 也许就是教堂音乐 也许音乐把我带到这个教堂 不是我先信服基督教 然后再来发现音乐很好 我以前在上海的时候呢 我们有一个教授叫马格森先生 他是一个浅称的基督徒 他的女儿呢跟我也是同事 我们在研究所的时候 那么以前我在那个 就是圣邦倒台以后 我参加过就是那个 上海过季礼拜堂的做礼拜 正好是遇到这个圣诞节 那么马格森先生呢 也去做礼拜 我正好在他边上 那么那次对我触动很大 因为他是一个很著名的一个指挥家 他也是一个浅称的基督徒 他非常熟悉整个的基督教音乐 所以呢他在演唱这些音乐的时候 他安静地唱 唱的都是另外的圣部 就他很熟悉 比如说是四个圣部 他会随着 一会参男高音 一会参男低音 一会参女高音 一会参女中音 就各个圣部他很熟 他把这个音乐出来的时候 他在那里想practice 就去捡他的这些圣部 我很惊讶很惊讶他怎么那么熟悉 再说这个音乐的感染我 就是确实很动人 后来我到了温哥华以后呢 也是这样 这个UBC他有一个基督教的一个辅导班 就是大陆来的学生 他们来帮助他们在这个熟悉这个基督教 然后进入到基督教 那么那个时候呢 他们请我去帮他们弹琴 那么也是这样一些很有名的基督教的音乐 请我来弹的时候 我就发现这些和声 这些表达词以悦的那个内在的联系 都非常感动 感动以后 后来呢 这样子呢 因为那个时候 我的那个前夫人呢 她本身是一个基督徒 我就跟着她到教堂去 很喜欢那里的音乐 这样呢 慢慢慢慢 每个礼拜去 每个礼拜到那边去弹了 最后让我受洗 我也就这个 这个 皈依这个基督教了 但是问题是 尤其我从大陆出来 我老是坦白的讲 就是说 让我彻底的非常浅诚的来 归于这个宗教呢 我还是有距离 也就是说 因为过去的教育太冷了 所以呢 我现在呢 就出一种 就等于是一个叫做泛宗教 也就是说 我也接触佛教 我也接触这个基督教 我也看佛经 也看那个圣经 那么我觉得 这个两个东西 都给我灵魂带来好的东西 多元文化的宗教 宗教理念 所以在宗教人士看 我绝对是一个 就是不合格的 不专一 他们是蒙派很厉害的 别说是一个基督教跟佛教 光佛教里面不同的派别 基督教里面不同的派别 也是那个 好像佛教主节 是这样子的 我的体验呢 就是因为 西方的有 差不多一千多年的时间 他的整个的音乐 是在教堂里面 那个占主要地位的 那么音乐家 很多音乐家 都是教会里面 让他们成为神者人员 也是教会 跟这个基督教 组成一部分 这个音乐 那么 我也常常 发现了就是 宗教是一个体验的宗教 就是你要去体验的 不是说是 好像像科学那么 讲什么 蛇证啊 等等 它是一个体验 因为你见不到 那么音乐跟这个宗教一样 你一直见不到的 那么我的感觉里面 因为艺术里面 越是见不到的东西 这种艺术 通常是最高的境界 因为它是要你去领悟的 所以我在基督教里面 真正的接触了一些宗教音乐以后 对我来说是 起很大的一种作用的 因为我觉得 那个时候的音乐 确实是相当的伟大 因为他们这些艺术家 就是全身心的 进入到这个宗教的 这个领域里面 潜称的来 如果说要赞美 他就潜称的来赞美 如果要写一种体验的东西 那就是真的是 全身心的来做这个事情 那么所以这个宗教艺术 它达到很高的成就 所以西方的 那个美术是离不开教会的 这些对话也好 雕塑也好 西方的音乐也离不开教会 也就是它是 他们的艺术的一个底蕴基础 对 而建立在宗教基础上 对对对 那您呢 在美国体验到了 西方的这个爵士乐 它的魅力和震撼力 那到加拿大之后呢 就是宗教的音乐 又给了您另外一种 生硬的和艺术的一种体验 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